哈囉大家 小屋的食控廚房要為大家帶來 溏心蛋 這個是我們端午節玩的蛋 這個端午節的蛋呢 吸收了天地的陽氣 所以呢 吃了它就可以為我們帶來 一整年的好運喔 要準備的材料很簡單 首先 要有蛋 這個蛋 這個蛋是 印尼的瑪瑙 這個是 馬來西亞的瑪瑙 再來就是 日式醬油和 酒釀 酒釀是一個快手的好幫手 它可以用來取代清酒和 味淋和糖 為了讓蛋殼更好剝呢 我們在蛋的 氣勢上刺一個洞 蛋的氣勢呢是 比較鈍的地方 一個比較鈍的地方 這裡是一個倒 今天是要做 糖青蛋 先做滷汁 因為滷汁要放涼 滷汁的話主要是 醬油 水 然後味淋 味淋 就是那個水煮蛋 好 像這樣滾了之後就可以關火 放到一邊讓它涼 等蛋煮好再放進去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要做水煮蛋 將水蓋過蛋 然後先把它開大火 煮滾之後 就關小火煮四分鐘 這樣糖青蛋就完成囉 然後要放一點鹽巴 然後在煮的時候 就隨時攪動蛋 在煮的過程要 不停的攪動 主要是要讓蛋黃至中 水滾的時候 就開始要關小火 然後小火之後 四分鐘就好囉 好四分鐘到 就把蛋撈起來 來 放進涼水 準備剖筆 什麼 我拍了 那一顆 那一顆 不要大顆那一顆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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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拍吧 哈哈哈哈哈 再來是把我放進 乳汁 浸泡過夜 然後明天就可以拿出來吃囉 大家公告成 醬醬 糖心蛋好了 開始試吃囉 試吃糖心蛋 糖心蛋喔 這次醃好一天呢 你覺得香氣不錯 你一直做的這樣就成功了 不會流動 輕微中間流動 看那個如果是大小 四分可能自己去試一下 可能要再減到三分 會比較剛好 好好吃喔 攝影師要不要吃 好好喝喔 這些是哪裡的石頭啊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嗯 這個呢 這個真的是 這個皮又超小的 一年學我好像化石 那你學我化石 那兩顆超級像 土雞蛋 你很愛收集圓的石頭咧 這也是一年學我化石 這一些只是因為它是比較圓的 橢圓的 所以 只要是圓的土雞蛋 我不管它是不是戈壁 他都喜歡 都喜歡 只要是圓 所以圓的和橢圓的 我都喜歡 就是那個 埃及的那個戈壁毛 埃及的戈壁毛 對就是 是戈壁毛 只是埃及的 皮蛋 三根不是圓的 這是圓的半的土面土 對 這三根是那個大陸的黑色 那一樣也是因為它是圓的 對 就是因為圓 為什麼你這麼喜歡圓的石頭 就是看起來圓的就很舒服 就是單喜歡的 對 就是簡單 然後你就 覺得很 就是圓圓的感覺 所以現在看起來 雖然那個那個什麼 食品很多是圓的 會喜歡 就單顆圓的也會喜歡 如果真的是很圓的 或是橢圓飽滿的 石頭看了就會喜歡 所以這些都還會看到就會想要再燒 就很難抗拒這種圓 橢圓飽滿的石頭 你看像這一顆 這一顆 算是橢圓 它是飽滿 超像 超像那個土雞蛋 對 這一顆 嗯 它皮在那個紋裡耶 超像的 那味鈴主要是取代 那味鈴主要是取代 酒釀 酒釀 走來走來 那個做唐心 那個 哈哈哈